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目前我線上看到有填寫問卷的同學 目前有十位同學 然後可以看到一個程度的分佈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件 因為我常常這樣 我如果不了解到底程度的話 說真的有時候上太快 我發現很多同學面有難色 越上好像頭會 這個表情越來越猙磷 OK 因為實在是 老師你怎麼講那麼快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會把它錄影下來 就是因為沒關係 你如果是屬於入門等級同學 那當然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你上課聽不懂是正常的 聽懂多少你就反正就聽 但是你還有一個重點 你課後一定要花時間 自己再花時間去補那個進度 可能你也許上課有些地方不太懂的 沒關係 你回去下課之後再找一些時間 反正就是把不懂的部分 再花時間先了解先理解 那第二個還有一個重點 一定要熟練 因為像這些東西是屬於技能 那技能的話有個重點就是要熟練 為什麼有人可以做這麼快 就是比你熟練 他可能做了百次千次萬次了 所以一下就OK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熟到不行了 那為什麼你不行 因為你不熟 就簡單講起來 有很多東西說 老師我什麼我都懂 但是我做的比人家慢很多 因為你不熟 對不對 人家每天都在練習 你都沒練習 當然一定是比人家差一點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可以 就是跟上別人 並且超越別人 那道理很簡單 就是花時間就對了 另外第二個我剛剛一直強調 理解 不要十倍 反正花時間知道為什麼就OK了 我們這個班當然十個同學裡面 總共百分之六十是選入門的 所以可想要知 大部分同學好像程度會稍微弱一點 不過不用擔心 OK我剛剛講了 另外的話 進階的話也百分之四十 另外高階沒有 之前還有高階同學來報這個課 OK 所以等於是說變成三分天下的狀況也有 每一種程度都有 那到底Sale函數有幾個 其實答案呢 剛好 數量最多就是這個 所以大概 根據官方說法 大概250幾個 250幾個 算是標準答案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250幾沒有標準 因為 各個版本 越新的版本 它會增加函數 有沒有 比如說像最近的那個 Office 365 它有增加一些 除了V6函數 因為以前V6函數 只能查第一個欄位 但是如果說呢 我想要查別的欄位的話 它又給你另外一個 像X Lookup 不過呢 僅限於最新版本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有查別的欄位的需求的話 那你怎麼辦 如果你要用X 那你就是買新版本 那不對啊 我買新版本很貴嘛 所以要不然其實 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舊有的函數裡面 找出需求 像Lookup函數也可以啦 或者像Index 加那個 Match函數也可以 或者像什麼Index Obset 這些函數 其實也都可以 那也就是不一定要用最新的啦 反正你就是 先知道說函數到底 其實函數簡單講起來 就是解決問題嘛 那問題是每個函數的使用方法都不太一樣 當然我們其實不是說要叫你死倍啦 而是說你要理解函數的使用方法 也就是即便你完全沒有用過某一個函數的話 但是你知道它的一個固定邏輯 其實你慢慢也大概可以推銷出來 它應該怎麼使用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重點 在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針對不同的問題 需要用哪一些函數 那我會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樣用 如果你理解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其他函數 沒用過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猜猜看 所以呢 一個問題的解答 絕對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 可能是多個 非常多個 那你大概要哪一個 當然是 效率最高那一個啊 或者是怎麼樣 你覺得最容易的方法嗎 容易又快速當然是最好的方法 OK 那再來的話呢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第一個最多是VBA制定函數 所以大部分同學好像對於VBA的這部分 那什麼叫制定函數啦 也就是剛剛講的那個250幾個函數裡面 沒有的 常常同學說 老師我有個需求 有沒有哪個函數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功能 我說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你要自己寫 那你要自己怎麼寫 答案就是用VBA了 所以為什麼需要學VBA VBA有點像量身定做 就是for什麼 for你的工作啦 OK 當然每個人工作需求一定都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呢 如果剛好Excel沒有提供給你對應的功能 那你就必須要什麼 可能就只能突發煉鋼了 突發煉鋼不得了 只要那麼多 做到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那問題當然就簡單很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以目前的職場需求來看 真的不會寫程式的人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Big Data 大數據 數據越來越大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如果沒有對應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你可能要人工來做 你不可能說找一堆工程 找一堆工讀生吧 或是找一堆人幫你 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效率馬上就 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很抱歉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 當然你如果要常來看 一定要想想看 所以以我看到的啦 我說真的 真的差距十萬八千里 不會的人喔 真的做得好慢喔 會的人喔 早就做完在那邊納涼了 可以跟他聊天 喝下午茶 反正他就做完了 OK 而且這個工作相對的 也會比較愜意一些啦 所以你當然會想 是成為哪一種人呢 很累的嗎 不可能啦 所以喔 把這個學好了 我覺得一定 對你工作上的效率 是絕對有 這個極大的幫助 OK 那底下的話呢 選課動機 最多的話也是 跟工作很有關係 其實當然 我放很多影片在YouTube上面 其實我發現喔 看的人 絕大部分都上班族 或者因為上面都有數據統計 而且喔 很多人會搜尋 Google 就是YouTube上面查影片 因為現在很多不會喔 不會你說 看文章好了 你看文章看書好了 看半天還是不會 可是看影片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差很多 影片的話是連續的 所以相對的一下問題 照著做不就OK解決了嗎 所以呢 當然我上課 會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假設啦 有些部分不會 請各位喔 試行在參考影片上面的說明 甚至你也不用說 從頭看到尾啦 一個影片不像以前 上課是 你一定要從頭聽到 不用啦 你就跳到你不會的地方 就好了嘛 快轉 對不對喔 現在人都很沒耐心的 所以沒關係 反正我影片錄下來了 你就跳到你需要的那個部分 看重點就OK了 那你會了 說真的其他大概就會啦 OK 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實也不需要那麼有壓力啦 OK 學習東西喔 我是覺得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是真的可以非線性的 所以現在人真的比以前還幸福太多了 像以前你會發現 以前沒有YouTube的年代 學習東西還真是大問題 以前跑圖書館耶 現在很多人都不跑圖書館 直接看YouTube上面看 有沒有人教學就好了 我發現YouTube真的太多東西 學都學不完耶 OK真的太多了 取凡喔 生活上的啦 像前一陣子有沒有那個什麼 高麗菜很便宜的時候 然後我突然有個想法 高麗菜我多買一些 我把它做泡菜 對不對 一個想法 做泡菜 當然不是我們的專長啊 可是我在YouTube上打一個關鍵字 做泡菜 真的一堆的影片出來 我就隨便看兩三個之後 我就自己有點手癢了 然後我就開始動 發現做出來的好像還不錯耶 我就請我老婆吃吃看 他說這不錯耶 不過他說 可能啦 太鹹了 沒關係 我就鹽巴放少一點 要不然就不要泡那麼久 OK喔 那諸如此類的 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其他的話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如何得知這個 最多好像也是推薦的 我發現其實好像 我這個課程推薦率還蠻高的 顯然的話是 學了之後呢 對有一些人是有幫助的 OK喔 那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大家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連到雲端 那請各位呢 去下載這個範例檔 那下載這個範例檔 不是只有 我們這邊教室可以下載 你回到家 或者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下載 所以我是建議 回去一定要花時間 多多練習 OK 那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幫我下載之後 解壓說 然後並且開啟那個 這個第一個 資料槳 文字字號函數的第一個範例檔 那當然後面 其實我是採那個問題 然後如何解決 當成是我們上課的一個方式 那主要就是 以實際上遇到的問題 來做解說 所以 底下會有很多很多的題目 那我大概會 按照幾個基本的順序 從簡單到複雜 所以可能會先教大家 怎麼用裡面的函數 解決問題 但是函數其實還是很沒效率 因為每次它下一個公式 然後它輸入很多東西 得到才能得到結果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把它變成VBA的話 中間其實可以經過聚集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你的動作變成VBA 那這個變成VBA的動作 不是你自己寫的 是一次也幫你寫的 那這個叫錄製聚集 那記錄自己白話意思 就是你用滑鼠鍵盤做的動作 它幫你記錄下來寫成VBA 那個VBA程式 你也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修改 只是說 你說它是VBA嗎 其實到底也是 那可是說 它這個是 Excel幫你 機器幫你寫出來 所以很多地方是缺乏彈性 而且很多地方其實可以 不一定要這樣做 但至少你不會寫程式之前 錄製聚集 是一個很好的過渡方法 我會講 然後再來就是VBA的做法 所以我們就是循序漸進的 按部就班 不會一下子跟你講很困難的 但至少你們先了解題目需要什麼 那怎麼解決問題 所以剛剛有提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請各位把這個 第一個資料夾的第一個範例打開 OK 然後我們要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當然 裡面有提到 就是用串接 AND 然後另外再次用REPD加LEN 那可是其實是不是有這個方法 當然不是 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 假如我們先用第一個方法 REPD也許你沒用過 沒用過沒關係 這邊有一個練習 那LEN這邊有一個練習 你也可以使用 其他還有一些像LF、Right、MID 這些都還蠻常用到的函數 我是建議 你沒用過的你都試試看 OK 然後首先的話REPD 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REPD包含就是說 像這一題好了 比如說銷售量 假如說超過100就給一顆心 所以158就給一顆心 286就給兩顆心 也就有點像什麼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除以100之後 捨去小數點之後的整數 就是我們要加了幾顆心的數量 所以我們假設 以這個REPD來看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然後呢 一般習慣是這樣 我的習慣是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上面有個類別 那我的習慣是 因為它這邊很多類別 那如果比如說文字類的 有沒有 這邊就有文字類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類別 就是用類別去學習函數 這樣會比較 怎麼講 有一個那個 就是 類別 比較不會混淆 那首先的話 我們就是 找到文字類 裡面的R開頭 因為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REPD 其實啊 這個函數的名稱 我想應該是REPD的縮寫吧 有沒有 REPD應該是REPD的縮寫 然後呢 它底下 將來我是建議各位 慢慢習慣 就是看懂那個函數的相關參數 那什麼叫做函數 基本上就是 它會問你一些問題 你回答正確的問題 它就會給你應該得到的答案了 比如說你這一題來看 按確定 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Test Test是重複什麼文字 有沒有 Test是文字 意思說 你要重複的什麼文字啊 重複信號 所以你把信號給它 有沒有 那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指向這個儲存格 它會把這個文字有沒有 幫你帶到這邊來 那這邊會產生一個信號 意思就是說 你要重複這個信號 另外的話 只要是文字的話 記得喔 前後都有雙引號 這個是固定規則 那第二個問題說 重複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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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重複幾顆星 所以呢 我底下第二個問題 是跟他講說 我要重複的信號 是有銷售量 有沒有 銷售量 你如果158 它會產生158顆星 那不對啊 我必須什麼 除以100 除以100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信號 就是剛好一顆星 因為1.58 它會自動幫你把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不過當然啦 比較精確的話 你可以看右邊這邊 其實比較精確應該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int 這個int的話 就是int 就是整數的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你外面再包一個int函數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把小數點無條件捨去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個地方包一個int之後 它本來這邊是1.58 它這個時候就變成1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按確定 它就會得到一顆星了 那再來當然就向下填滿應該就ok了 不過你向下填滿應該會出錯啦 為什麼出錯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呢 因為你向下填滿 它的那個儲存格 C1嘛 1的話是裂號 它會自動加1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為什麼錯啦 因為它向下拉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加1 變成C2 可是你想說不對啊 應該一直都鎖在C1嘛 所以應該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在1的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前的符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固定在第一列了 ok 所以以後 你只要向下填滿 它自動加1嘛 那如果你不希望自動加1 沒關係 你就在列號前面加一個淺的符號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C前面不加淺的符號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C的話指的是C藍 C藍的話會加1是你向右拉 向右填滿 C才會變D D才會變1 ok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向下填滿 沒有向右填滿 所以其實 藍的地方不需要 但不過你想說 老師我常看到有人 都有加錢的符號 那有沒有錯 其實也沒錯 反正加了又不會影響 但是加了其實我是覺得 不必要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 不必要的事情 千萬就不要做 不然的話 有點像 雖然不是錯的 它不會產生錯誤 但是其實這樣的觀念 是不對的 你就把它修正一下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尤其前的符號 你沒有這個觀念的同學 一定要有 不然的話 你以後用ESEL 真的是大問題 確定 確定要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就得到我們要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LEN 你們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像Lapt Right Mid 等等 那還有一點 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跟各位提示 在雲端上面 除了範例檔之外 各位可以看一下 範例檔 範例檔 這個連結 除了範例檔之外 上面有個雲端白板 其實雲端白板畫面 就是所謂的講義 那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看 第一個單元的講義的話 請各位 打開第一個單元裡面的第一個 藍色的 打開它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程式 那這邊就有剛剛我打的程式 這邊這個公式會出現 那其他的相關答案也會出現 甚至將來的公式 或者是VBA的程式 都會把它貼到 我們所謂的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找答案的話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記一下雲端白板畫面 那只要範例檔裡面有的檔案 這邊上面就會有一個參考解答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OK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把那個REPT 然後LEN也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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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